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联Bnews视频教程 我是沈超 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SSH远程管理服务 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SSH的简介 包括SSH非对称钥匙对加密的原理 这节课呢,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下SSH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SSH的配置文件呢,是分了两个,对吧 SSH的配置文件,是分了两个 一个呢,是客户端的配置文件 另外一个呢,是服务器端的配置文件 那大家小心,我们的这个Linux的计算机啊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既是一个SSH的服务器端 也是一个SSH的客户端 也就是说,我既允许别人通过22章口访问我 作为服务器端 我也可以通过SSH命令访问其他人 我作为客户端都是可以的 所以啊,这时候我们的系统当中是有两个配置文件的 不过,我们今天呢,讲课的时候 我们重点就讲一下这个客户端访问 好吧,讲一下客户端登录 好,不,讲一下服务器端的配置文件啊 我们重点讲一下服务器端 好了,那服务器端的配置文件呢 打开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内容 我们先把它打开啊 那我们打开的是SSHD 哎,Config 那这个文件呢 我们说内容啊,那个不算太多 然后呢,大多数内容也都是注视的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 看,像这个东西 这是不是就是定义SSH端口的东西 那它既然这个端口也是注视的 那说明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不写东西 它默认,只要默认SSH启动了 它的端口号就是20 也就是说,虽然这里面像这样的内容都是注视的 全都是注视掉的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默认值生效 会有一个默认生效的这样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其实我们说 一般情况下,它都是直接存在 所以啊,不写也没关系 那,所以你会发现 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注视的 那呢,把其中啊 这里面其实说实话 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有一些东西呢 跟我们日常的工作使用 其实关系不大 其实关系不大 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详细去 把每个东西都讲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这块还有什么 这个,这个图形界面的登录方式 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这个PM PMPM验证的等等 还有这个JS,这个我们会说一下 等等吧 但是我们会挑一些常用的功能 然后我们从头来接受 好,首先呢 这就是端口号 我们说了 除非你需要改端口 默认是22,除非你需要修改端口 那么,才需要把这个注视打开 然后写入你想修改的端口 否则这条语句不需要开启 那话说到这儿 我们的SSH服务是否需要开启端口 或者是是否需要修改端口 那么说啊,各位 一般情况下 对服务器来讲 建议你把端口改掉 原因 所有的人 常规人员都知道 22端口是Linux的远程关联端口 那这样的话 只要你开了22端口 我就可以干嘛 我直接都不用测试 连扫描都不需要 我直接就可以开始攻击你的22端口 但是如果把它改掉 改成一个不太常见的端口 比如说1888,1889等等 反正就找一个不太常用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别人就在猜 这个服务端口号是开的是什么 它是干嘛 所以呢 有一定的迷惑作用 所以建议大家改 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 改完之后 你自己要记得住 你别自己也忘了 就惨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监听章口 这下面呢 是监听的IP地址 那如果你的Linux 如果你的Linux 有多个IP 如果有多个IP 我一台电脑 是不是可以配多台IP啊 那这个呢 它就可以说 我监听哪一个IP地址 过来的SSH的访问 另外一个 没有写进来的这个IP地址 我就不允许进去SSH访问 我就不监听了 明白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里默认你会发现 它这里写的是007 其实都是注释的 其实指的就是 监听任何IP 监听IP 好了 那还有呢 我们往下看 这是SSH的协议选择 各位 在原先的SANTA S5当中啊 这里头还需要考虑 我们需要支持这个 SSH一代协议 那但是呢 我们说 一代协议呢 有很多漏洞 包括 虽然说它是加密 但是它 因为有一些漏洞的出现 所以我们开始逐渐淘汰一代协议 所以 到了SANTA S6当中呢 我们直接 这里写的就是支持一代协议访问 而不再考虑这个 支持二代协议 而不再考虑 考虑支持一代 不再考虑 然后呢 这块呢 是说的是我们的 登陆的私钥的保存位置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是一个 这个 密钥堆当中 那样式堆呢 它是既有公钥 也有私钥 公钥呢 是需要从我的电脑 传给你的客户端的 私钥呢 是需要保存在 我自己的这个 电脑当中 那这里呢 写的就是 私钥的保存位置 私钥的保存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一些区别 看 这个是一代 SSH协议的 私钥保存位置 看到了 下面这个呢 是二代 SSH协议的 私钥保存位置 而二代SSH协议呢 它有两种加密方式 RCA和DCA 你用的是哪一种加密 就选择哪一种 其实默认这些 全都已经使用了 所以啊 我们刚刚在这里 的目录下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私钥协议 私钥是已经存在的 这就是我说的什么 我们任何一台Linux 只要安装了 SSH服务 这个默认的钥匙 是已经就建立好的 如果你访问 我把公钥就给你 私钥留给我 用来加密 用来加密 你传给我的数据 通过网络传进的数据 对吧 好 这是钥匙的保存位置 不用改 都不用改 我们知道是什么 这呢 是我们的钥匙 对的加密位数 1024位加密 这个位数呢 哎呀 其实已经够强大了 不用再改了 就默认就可以了 这块呢 是说的是 预知 哎 我们记录在 这个author 是认的意思 我们会把我们的 这个SSH登录的 这个过程 记录在我们系统当中了 哎 记录在我们系统当中了 挖下 哎 日志我们说了 在这挖下 log下了 secret 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 记录在这个日志里 那这里呢 就是告诉他 哎 我需要记录日志 然后呢 这里是日志等级 那在日志等级呢 我们在讲系统管理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介绍过 日志等级是这样的 就是等级越低 记录的信息越详细 等级越高 记录的信息越少 但是每一个日志 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事件 那么默认他的等级 是英法等级 哎 这个其实不用改 放在这就可以 我只要知道 这是日志等级就够了 OK 好了 然后呢 咱们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 JSSAPI验证 这个东西啊 默认是开启的 我们找一下 AP 我们JSSAPI验证 好 各位 这个家伙默认是开的 而且他是没有注视的 那这个东西开启之后 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有 看啊 我今天为了演示一下 我们的SSH 其实我是开了两个训绩了 一个是44.5 另外一个是44.3 我现在用这个远程工具连接的是44.3 那我现在想要用我的Linux去连接44.5 哎 各位 我们用的XShare呢 它是用作从Windows管理Linux的 而如果我本身就是Linux 看我现在登录了 我登录了是不是这台Linux 那我想通过它管理这一台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这是要通过SSH命令来做的 我们后面来具体讲这个应用 但是啊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认证啊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开启这个认证 我们再去登录 44.5 当我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它会提示 你Yes or No Yes or No干嘛 问你 是不是要从对方计算机 下载对方的加密的公钥 看 默认是IC加密方式 这个地方必须写Yes 否则不允许建立SSH连接 那我输入Yes 好 你会发现 它停到这儿了 有人可能会以为 老师 这是不是 老师 这是不是报错了 因为这有个Vonny 不是 不是报错 而是什么 而是你开的这个 JSS验证的基础原因 原因 这个验证 它是需要经过DNS服务 来继续验证 我们都知道 DNS是这个用来进行 域名解析的 也就是说 要想进行这个JSS验证 它需要把你本机的IP 和你的主机 和你当前的主机名 进行域名和这个 主机名的这个对应 也就是说 DNS的作用是把域名翻译成IP IP翻译成域名 对吧 所以它会尝试把你的 当前资算机的IP 翻译成你的主机名 但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搭建过任何DNS解析 所以就会导致什么 只要开启了这个认证 它就会等很长时间 尝试去连接你的DNS服务器 来解释我这个主机名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主机名是在DNS服务器 是没有解释的 就算公网有DNS 我也没有配针对我本期的DNS 这个IP地址的这个对应 所以它会浪费很长时间 这个时间在干嘛 它再去搜索其他的DNS服务器 导致什么 我这个登录 异常缓慢 看 等了好长时间 才出现了让我输密码的这个位置 好了 我不进去 我不输进去 我退出 Ctrl-C退出来 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是 这个验证 其实会让我们干嘛 会让我们这个登录 变得异常缓慢 所以建议大家 我们把它关闭 我们没有DNS解析的时候 把它关掉 那这时候关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什么 我们说 咱们的SSA是服务器的配置 它是有两个配置文件 一个是客户端 一个是服务器端 在这两个配置文件当中 其实都有这个 JSS验证的这个 这句话 那我到底是关客户端的 还是关服务器端的 各位 一般情况下 我们关的是客户端的 原因 服务器端可能不在 你的掌控之中 服务器端 有可能是 其他学校的 其他人的这个服务器 而我呢 能掌控的只有 我自己的客户端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 改客户端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去找到 就在这 这句话 把这句话打开 把它从Yes改为No 看这里就是No 然后呢 保存 然后重启 重启SSH服务 重启一下之后 来 我再登陆44.5 我没改44.5 服务器端的这个 然后对方服务器端的这个配置文件 我改的是我本期44.3客户端的 对吧 但是你也会发现 看 很快是不是就弹出密码了 当然啊 只有第一次登陆的时候 才会问你要不要下公钥 以后再登 他就不再问了 直接就弹出密码 看明白了 所以啊 这个验证的 我们说 建议大家关闭 他默认是开启的 默认是开启的 所以我们请他把它关掉 但是你看啊 我这里讲的是服务器的配置文件的这个配置 说明刚刚我改的又是客户端配置文件的配置 说明这句话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是存在的 具体改哪一个 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需要 好了 那我们回来继续啊 去查看这个配置文件 这回我们还是去看服务器端的配置文件 因为我们主要选的是这个 对吧 好了 这个里面啊 大家去找 在这里看 他也是有这个验证的 默认服务器端都是开启的 客户端默认也是开启的 虽然那里写的是no 但是那句话是注释的 注释一下 我说了默认值是开启的 开启的 所以需要手工把客户端上 那个no那句话开启啊 打开 好 这是基本的配置 我们挑常用的讲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些针对安全的配置 那么这个第一句话是 是否允许ROOT SIC持动工 那么我们一般的服务器上 出于安全考虑 都会建议大家 不要允许 把它给我改成no 原因 ROOT太过强大 一旦被截获或者出现别的问题 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服务器都送给别人 那他的意见是呢 是建议你用 普通用户登录 然后呢 通过速命令 把它切换成ROOT 这样来操作 但是 这有点掩耳道令 因为你切换ROOT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也要输入ROOT的密码 那登录和切换 其实安全系等级差不多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后面这块写 使用公钥验证 我们后面会讲开我们的这个课程 会讲使用密钥就是验证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什么 我不再需要输入任何的用户密码 只要把公钥私钥对导 传给指定计算机 它就可以直接登录 非常方便 而且更加安全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不开启这个公钥验证 那么我们建议你 还是用密码验证 你建议你把它改成ROOT 不允许ROOT直接SIC制动 但如果把这个公钥验证开了 不光可以把这个改成ROOT 把下面这个 也可以改成ROOT 这句话的意思是 允许密码登录 各位密码登录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超级用户 还是普通用户登录 都需要输入密码 那你想没有密码 是不是就不能登 那是输入密码 是不是就有可能被人截获 对吧 那一旦我开启了这个钥匙对验证 我就不再需要密码了 我直接就可以通过公钥 或者通过公钥和私钥的匹配 就可以登录你的服务器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句话 也改成了 也就是说 压根就不允许你尝试用密码登录 再把它改成ROOT 这样你的服务器相对来说就会更加安全 那注意啊 这句话现在是不许改成ROOT了 如果改成ROOT 你的服务器就不能远程登录了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改成ROOT了 那还有这个呢是不允许空密码登录 这个最好是开开的 最好不要开 我们一定要不允许空密码登录 默认就应该这样不要动它 那现在呢 我说这个实验是不是留在讲到钥匙对登录 讲完之后再做 那我现在可以试试这个 这是啥 默认情况下看我是不是允许 我是允许通过SSH通过ROOT登录 所以啊看啊 我现在啊看 我需要通过Linux来登录 能够演示的更清楚 所以我用这个命令我们后面讲 ROOT用户其实也很简单 我要登录的是44.5 注意啊 我是44.3 我登录的是这台电脑 我有两台电脑 这台电脑是4.5 所以通过它来登录44.5 第一次登 然后输入我的ROOT的密码 看登录成功了吧 FConfigure看 我现在是在44.5 而不是在44.3上 所以默认44.5 或者说任何一台Linux 都是允许通过ROOT用户登录的 ROOT用户允许登录 那要不想让它登 我就要怎么办 把这句话改成登 改成登 那我怎么办 来 我打开44.5的 SSH的黑中间 好 打开它 在这里面去找 Permit 找这 Permit ROOT Login等于yes 默认就是等于yes 所以我现在要干嘛 把它改成no 好了 把它改完之后 记得重启一下 SSH服务 好了 起完之后 注意啊 我改的是44.5这台电脑 所以啊 我现在退出 返回44.3 看 FConfig 我现在是44.3 对吧 然后呢 我重新再登录 44.5 我刚刚没有改这句话的时候 入团用户是可以远程登录进去 对吧 现在呢 看 输入密码 我可以确认 我的密码没有输错 但是看 权限拒绝 请你重拾 其实再次也没有用 因为我修改了44.5的那个配件文件 也就是说 我修改了这句话 禁止了通过ROOT用户来远程登录 那这时候怎么登啊 我们就在干嘛 通过普通用户了 比如说 来 我在44.5这里 我现在在44.5 我Useri的一个普通用户 User1 然后 这个用户已经存在了 那我给他改个密码 忘了密码视察了 把密码改一下 改成123 这个时候呢 我登的时候不能用ROOT 而用谁 User1 诶 123 看 这个时候是登录成功的 FConfig 我是不是登录到44.5了 然后 如果我需要变成ROOT 我在干嘛 切换 通过宿命令 切成ROOT 但是 我还是在44.5 OK 那这就是什么 这个选项的作用 是否允许ROOT用户 SIC直登录 对吧 但是我说啊 各位 其实 如果紧改这句话 把它改成到 安全性 其实提高 并没有什么太明显 而是应该干嘛 使用公共要度验证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到 把这个允许密码登录 也改成到 彻底就禁止使用密码登录 然后呢 所有的登录都使用什么 安全验证 安全钥匙对验证 这样才更安全 但是 这个在等我们讲完了 钥匙对验证之后再说 好吧 那 各位 我们的配置文件呢 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多 我们挑常用的东西 做一个介绍 剩下的东西不太常用 如果大家用到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进行查找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 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等到我们